双十一刚过啊 一些小伙伴还沉浸在吃土的快感里无法自拔 相比吃土买到虚假刷单的热销产品更让人难过 爱上一件宝贝假评论让我心碎 到底如何才能识破这些肮脏的PY交易呢 首先盛名咱们今天只讨论那些看似很美好的商品和店家 如果是动态评分全率或者被处罚过多次的店家 我这种一块钱恨不得掰两半话的就直接掠过了 既然是刷单那肯定是在有一段时间内频繁成交 所以你需要使用最近评价来筛选出那些单子 看如果一件商品在三五天内出现密集购买 不光好评如潮 这些好评还普遍来自两星三星用户 那么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刷单 而且销售量交易成功量和评论数量相差特别大的 比如这个明显有问题 再来看评论内容 你说这种只填几个字的好评像刷单 那种评论能写成一段话的总没有问题吧 还真不一定 现在的刷单都注重真实度改长篇大论 但为了节省成本也会使用规律化模板化的评论 你看这些评论怎么看都像亲兄弟 而且总觉得放在什么商品下都没有问题 那就是大大的问题 有人说追评可能是评论圈最纯净的地方 因为追评一旦给出卖家无力回天 但追评有个陷阱 追评反线 有些买家为了尽快拿到反线 会在好评当天就给出追评 所以如果出现大量追评 好评和追评时间又相隔很近 哼哼 很多人都说刷单不会晒图 卖家笑而不语 他们会在请你刷单的同时 把图发给你 让你评论的时候用 这就需要你有玩大家来找茬的眼力和耐心了 因为很多时候图由于是一个人拍的 这样就会存在背景或模特相同的问题 甚至出现几个买家晒同样的图这种bu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身边有喜欢网购的亲戚朋友 尤其是长辈们 记得分享给他们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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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